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宣言正告即将在520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赖清德 必须回应民意 恪守意中 确保两岸和平发展 着重民生福利建设 当地时间19号 所谓美国再代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受访时表示 2024台湾地区选举后 他以两度与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赖清德会晤 对于赖清德承诺所谓维持台海现状 美方非常欢迎 罗森伯格此举有何用意 今日海峡邀专家为您深入解析 中国国民党党团总召福昆奇19号召开振兴台湾观光相关产业座谈会 相关产业界代表160人出席 还有超过30名蓝颖民代出席力挺业者 会上岛内台观光业者呼吁民进党当局正指不要凌驾观光 希望重启两岸旅游 复苏岛内观光产业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这里是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无锡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 反台独反介入联合行动 两岸和平论坛联席会议17号决议通过 联合台湾社会各界居民联署 表达六成要求两岸和平的多数民意 发表民间和平宣言并展开社会各界扩大联署 宣言证告即将在520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赖清德 必须回应民意 恪守意中 确保两岸和平发展 着重民生福利建设 这份民间和平宣言中指出 过去八年来 民进党施政不断挑拨两岸关系敌对化 造成当前两岸关系严峻 台海成了国际社会公认最有可能引爆战争冲突的高危区域之一 仅获少数民意支持的赖清德即将于520宣誓就任 在就职演说中 是否恪守一中的法理规范 真诚回应两岸和平的重义 拒绝任凭美国玩弄抗中牌的态势 是攸关台海和平与社会稳定 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契机 国际社会无不谨慎以待 施政者一意孤行的所谓抗中政策正在将具备和平发展条件的台湾社会 朝向战时军事动员体制转化 从全台民众战争整备的调动 防务预算不断升高 到压制两岸民间交流的政策 将大陆地区视为所谓的敌对势力 借所谓反渗透法与安全为由制造敌意螺旋 皆建立在强化军事敌对 以政治力量进行社会内部控制的恶政上 联署团体的诉求包括 依据两岸同属一中的所谓宪政体制 及早重启两岸协商 回应多数民意 推动两岸政治和解 巩固和平 重启两岸社会经济及文化各面向交流合作 保障两岸民众交流往来的权利 反对将大陆作为敌对对象的任何军购与两岸政策 包括战争捐款及任何导向毁台灭台的城镇战计划 与民间军事动员 所谓反渗透法不适用于两岸 反对将两岸界定为敌对关系 借此制造社会内部的恐怖氛围 阻挡两岸间的正常交流往 落实两岸和平红利 推动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改革方案 导正去中国化的文史克刚 还给台湾青年公正史观与两岸和平发展环境 目前初步联署团体 包括反台独反介入联合行动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台湾劳动党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 统一联盟党 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 反独合同联军 台湾抗日制式亲属协进会 蓝天行动联盟等30个团体 并在持续扩大中 行动发起团体指出 将于5月上旬召开记者座谈会及街头行动 据台媒报道 当地时间19号 位于美国宾州的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 亚洲计划主任贝克利 通过视讯方式采访了所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罗森伯格在视频中表示 2024台湾地区选举后 他以两度与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赖清德会晤 对于赖清德承诺所谓维持台海现状 美方非常欢迎 在视讯中 当被问到台湾地区选举后的新政局时 罗森伯格声称 美国在台湾地区选举期间 与每位候选人都建立了良好关系 不管谁当选都能持续合作 美国不会选边 罗森伯格还表示 2024台湾地区选举后 他以两度与赖清德及其团队会晤 此外 罗森伯格还提到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并妄称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提供美台发展一切关系的基础 并建立持续扩展深化关系的架构 据台湾报道 2023年3月20号 罗森伯格接任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至今已经五度窜台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三月底 针对美台勾连不断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此前在记者会上曾回应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 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和有关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将所作的承诺落到实处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相关问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时事评论员陈桂清 陈先生 你好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称 美方欢迎赖清德 所谓维持现状的承诺 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罗森伯格的这番言论 很显然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互读子 也就是说 他要用一个肯定赖清德承诺 维持现状的一个说法 来展示美方对赖清德的一种支持 他的这些说法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原因 当然跟近期罗森伯格 三番五次去台湾 给赖清德当局的这些重要人物 进行摸头 有着密切的一个关系 在这两次跟赖清德的一个会议 会面当中 我想罗森伯格有可能获得了 赖清德某一个程度 对他的这一种一种承诺 所以说才会现在转到美国方面 对他进行肯定 那么第二个方面 当然也从赖清德近期 他的一个安全事务团队的 新的人事人命当中 美国方面认可到 赖清德即使上台 恐怕也会延续 蔡英文时期的一个路线 人就会继续的听美国的话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一种表态 那么这种表态 其实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来说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开始 因为美国方面这么样的一个互读者 他只不过是在基于赖清德 口头承诺的一种角度 未来赖清德到底能不能够听从 美国方面的这一种遥控 会不会干出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种事情 我想我们了解到赖清德 他的一个政治性格之后 大家恐怕都得打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方面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去展示对赖清德的一种支持 其实对未来两岸关系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 好的 感谢陈先生的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19号台行政团队第四波成员名单公布后 在岛内引发持续讨论 除了人事布局缺乏可用人才之外 舆论更诟病赖清德的用人模式 不仅台少数民族管理部门 和所谓客家委员会的主管 皆是出身台湾南部的政治人物 台卫福部门及劳动部门准主管 也备受质疑 我相信新的团队也会用尽的办法 在健康台湾的一个努力之下 我们都方来寻求一个益助 来把健保勇气 只要政府在 劳保是不可能倒的 这点要请我们所有广大的劳工朋友 要对现在的政府有信心 话说得漂亮 但台卫福部门和劳动部门 这两位准主管一公布 就引来骂声一片 不是说你这个有医生的背景 就能够当卫福部长 医生那么多啊 说难听一点啊 台湾的各大医院的 可以当卫福部长的这种 大牌的医生 大牌的院长 随便抓都有啊 你偏偏抓一个邱太元 我是实在是 实在是我想也想不通 跟你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还是要准备掩护些什么东西啊 高端嘛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那个三十年封存的契约啊 对于台劳动部门准主管何佩山 桃源市产业总工会指出 何佩山虽然号称工运人士出身 但事实上 在民进党2016年推一利一休 2018年劳动基准法规修改等重大争议中 何佩山都是站在为资方保护的一方 特别是在2018年 赖清德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期间 何佩山身为台行政机构副秘书长 可以说是劳动基准法规修改的主要打手 根本和台湾劳工站在对立面 桃源市产业总会认为 去年选举期间 赖清德多次在公开场合 甚至证件中主张劳动基准法规 应该要持续修案 何佩山此次接掌台劳动部门 可能将是再次修改劳动基准法规的信号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燕秀质疑 赖清德选择一个强力推动 修改劳动基准法规的人 来当台劳动部门主管 未来劳动政策可以想见会更偏向资方 这样的人事安排 是民进党对劳团的宣战吗 李燕秀还提到 台行政团队第四波名单中 所谓客家委员会主管谷秀飞 和台少数民族管理部门主管曾志勇 都是出身台湾南部的政治人物 这说明赖清德选自己人组行政团队的概念 贯穿全场 而台农业部门副主管陈俊绩 之前已代理主管一直许久 如今直接让他转正 可以看出民进党已经缺乏可用的其他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蔡英文16号在出席活动时 突然抢先一步透露 蔡办秘书长林家龙 是未来的台外事部门主管 现任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 将出任台安全会秘书长之外 到目前为止 台财政部门 防务部门 安全部门 所谓退府会 陆委会 海洋事务部门 以及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主管职位 都尚未公布相关人选 相关问题 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王炳忠 王先生 你好 此前蔡英文曾说 劳工永远是民进党心中最软的一块 但是看了上述新闻 您认为赖庆德让何佩山来当台劳动部门主管 是否代表他要抛弃台湾劳工了呢 我们看到民进党所谓劳工 是他们心中永远最软的一块 这个话本身就是一个只是推卸责任 来安抚安抚你们这些劳工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在2016年当时蔡英文刚刚上台 为了还要假装一下 所以当时回应了劳工团体的诉求 进行了所谓劳动基准法的修法 那么来进行所谓一例一休 保障劳工能够有确定的假期 以及在休息日来上班的时候 必须要保障他的薪资要比平常来得高 可是后来就顶不住资方的压力了 所以你看到在2017 2018期间 当时赖庆德当上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任以后 就开始来把原本保障劳工的7天假期 拿掉了以后 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来提升 劳工在休息日上班的时候 能够有比较优惠的薪资 所以原本的7天假没了 那么休息日上班的薪资 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保障 这样的一个休恶 当时谁出来替民进党当局来脱罪 来给予民进党当局这种休恶的正当性 就是现在我们说要来接任所谓台湾 劳动部门负责人的何佩山 所以很多人说何佩山过去 也是参加所谓的工运 但是就犹如我们看到 民进党许多政治人物 其实都是一样的嘴脸 就像赖庆德还曾经讲过的 说你们就当做做功德 所以你想想 现在赖庆德即将来接位 台湾的所谓地区领导人了 那么他用了何佩山这样一个 充满着争议的人 来做所谓劳动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赖庆德所谓的赖功德 过去已经是所谓劳动法休恶 这样的一个推手了 如今又用这样的一个关键人物 何佩山来做劳动部门的负责人 大概未来这个所谓劳动的权益 早就已经被赖庆德抛诸脑后 所谓的三休四休 越休越恶 恐怕也不见得不会发生 好的 感谢王先生的点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外事部门机密文件被爆在网上兜售 许多机密文件都是未曾外泄过的第一手资料 其中更包括民进党当局可能与两个所谓邦交国关系 出现警讯的公文 引发外界震撼 台湾亲律媒体自由时报报道称 台外事部门机密文件被放在暗网上兜售 兜售者称是第一手资料 且过去没外泄过 内容为四句币的PDF文件 以太达币进行交易 公文的时间从2022年至今年 最近一份为今年三月 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份文件 为2024年2月 民进党当局与所谓邦交国关系登号评估检表 在台当局12个所谓邦交国中 与范蒂冈、图瓦炉的关系为黄灯 出现警讯 其余10个为绿灯 公文还附有机密字样 消息一出引发外界震撼 自由时报引述一名不具名台湾资讯安全专家的看法称 呼吁台外事部门赶快调查清楚真相 是否有被黑 否则未来恐怕机密文件会继续外泄 对此台外事部门也火速出面回应 并把郭再度甩向所谓认知作战 报道中所称文件来源可疑 涉及境外变造伪造等不法行为 与操弄认知作战的恶意 重点是你的东西有没有被卖到暗网 如果你的机密有被泄露 就是你的责任 所有东西都是认知作战 其实你不断地在告诉我 你们自己在对我们进行认知作战 一定是说认知作战 因为他只会用这四个字 针对此事 有岛内网友讽刺 所谓邦交危机还是机密 跟我说这是机密 还有人称 准备520送赖清德跟林嘉隆的 所谓断交大礼包 更有人质疑 所谓数位部干什么用的 据媒体此前报道 台湾地区的所谓邦交国 现在减少至12个 其中7个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三个是太平洋地区国家 非洲和欧洲国家分别是一个 自蔡英文上台后 已有10个国家 与台湾地区所谓断交 台立法机构19号再度进行表决大战 重新表决停砍军公教年金案 表决结果出炉后 台湾民众党8人未投票 赞成50人 反对54人 即民进党跑票一票 绿营负以失败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 自身的民进党 及民代吴秉锐竟投错票 跟中国国民党立场一样 赞成50位 反对54位 台湾军公教年金改革复议案 蓝英明代因被指所谓跨海幽灵投票 台立法机构会议19号进行重新表决 蓝绿双方再度假急动员备战 最后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顺利否决民进党团所提的复议案 而民进党团本应该有51张赞成票 然而却变成了50票 最后发现竟是民进党自家人投错了票 身为苏贞昌的子弟兵 民进党籍民代吴秉锐竟跟着国民党团 一起反对民进党团所提的复议案 得知后 在场的蓝英民代们也立即响起掌声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奇 更对其高喊欢迎加入国民党 让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只能苦笑 吴委员秉锐声明 吴委员秉锐刚才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一见一致 虽然事后吴秉锐急忙补破网 但依旧改变不了结果 而当天表决的每一案 最后都因在国民党与无党籍台湾民众党合作之下 一面倒赢过民进党 这个表决错误或什么难免 为什么 因为各党都不适应 因为蓝委输了八年 这一次是第一次能赢 那立委是碾压了八年 所以他就过程都按赞成 不知道这次按反对 我告诉你 那已经习惯性了 据台媒报道 除高雄市以外的民进党各县市党部主委选举 在19号领表登记截止 将于5月26号进行投票 因攸关2026县市长选举 党内各派系积极布局 就六大都会城市来看 高雄市下周登记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只有一位候选人登记 同额竞选 剩下的台中市和台南市 都有两人同时报名登记 竞争激烈 报道称 2024年民进党各县市党部主委选举 定于5月26号投票 新一任主委的最重要考验 就是2026年县市首长 议员选举的提名与操盘 引攸关各派系版图校长 派系间的合纵连横 备受关注 根据民进党各县市党部主委登记结果 六大都会城市 除了高雄市在下周登记外 台北市现任党部主委张茂南 新北市的民进党集民代苏巧慧 与桃园市的前桃园县议员 黄富书香 均是同额竞选 没有对手 而在台中市与台南市 则出现两强相争 台中市党部主委 有台中市议员郑公进 市党部评委召集人许穆贵登记参选 台南市则是民进党集民代郭国文 与台南市前议员陈金中参选 值得注意的是 台南市赖清德的政治本命区 赖系民代林俊县 所谓郑国会民代陈廷飞 都是下届台南市长的热门人选 另外 永延会民代王定宇的动向 也值得关注 而偏偏登记投入主委选战的郭国文 被视为赖清德子弟兵 外界质疑 此次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 将会是一场代理人之争 陈廷飞不会推出任何代理人 来参选台南市党部的主委 党部主委的定位是什么 他当然是党的代理人 绝对不是谁的代理人 我觉得过程当中 我觉得党内统治 其实不需要寒沙涉野 2026选举赛集 外界都将民进党 县市党部主委的这场选举 看成下届市长选举 党内初选的前手战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派 新生帅啊 穿上白大褂 走路还带风 拯救那些病患 与水深火热之中 那个急症男神 就是我 王阳 我太人这么一大傻子呀 你连个手相就看多了吧 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是那样 王阳 起来 手术 每次健康都特别疲惫 白色城堡 4月14日起 每晚18点4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中国国民党党团总照 傅昆琪 19号召开振兴台湾观光 相关产业座谈会 相关产业界代表 160人出席 还有超过30名蓝印明代 出席力挺业者 由于台湾观光部门 在书面报告中称 取消台湾旅客赴大陆旅游 对产业影响有限 让业者忍不住 在会上大吐苦水 在场所有 我们台湾百工百业 到场的伙伴 我们一起站起来一下 好不好 百工百业的各位伙伴 你们都是啊 来来来 场内作物虚席 岛内旅游业界代表 纷纷前来 都期待通过这次的 台湾观光产业座谈会 能够真正让岛内观光业 得到复苏 台行政机构交通 经济两岸相关事务 主管部门 及台观光部门 当天也派官员到会 了解观光业者的意见 从两岸啊 断线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我们观光产业的寒冬 大家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观光产业的寒冬 有多么凄惨 观光业不是只有旅馆民宿啊 不是只有观光饭店 它带动了餐饮伴手里 百货公司 量饭店 超市 餐饮界 游览车业 伴手里业 还有我们的农民农产 等等 傅昆奇表示 国民党一定承担责任 当大家的靠山 全力协助百工百业 解决基层困境 通过良好的沟通 及监督机制 让相关行政机构动起来 会中 业者也对民进党当局 炮声隆隆 由于台观光部门 在给予座谈会的 书面报告中称 暂停组团俘虏旅游 影响层面上述有限 引发在座业者强烈不满 尤其在过年前一天 宣布禁团令 是不是太离谱了 影响手机有多少人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政府官员这一部分 我觉得不要用政治凌教 我们的观光产业至上 在当初 所有的这一个被 冻结 这个出团到大陆的时候 我们在等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什么时候两岸可以交流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业者都知道 要等陆委会点头 就是我们心里面只想一件事情而已 什么时候你陆委会 才可以不要染指我们观光业 大家说对不对 为什么要拿观光业来祭旗 不要再有你们的 拿我们观光业来 来去做你们的政治筹码 我们只要一个生存 业者呼吁民进党当局 不要只是空口喊话 更要有实际作为 别让观光产业停滞不前 还有业者指出 是民进党当局的政策错误 导致两岸关系冰冻 为什么我们的观光变成产业 尤其我们现在的产业店 就是说我们有优秀的人才 可是我们的制度错误 我们的国家错误 使得我们的平台没有 所以我要呼吁我们政府 要用智慧来解决两个问题 相关问题我们继续来请教 台北的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王先生您认为 在各界压力下 民进党当局会修正 不合理的两岸观光条例 重新开放两岸观光吗 你要妄想这个民进党呢 他会主动的去修改 所谓的相关观光条例 那简直是原木求鱼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关键根本 也不是这个条例呀 而是民进党他就是要刻意的 要来打压两岸之间的观光交流 所谓的条例的规定 只是民进党拿来 作为他打压两岸交流的 一个借口一个理由而已 我们看到所谓相关的 两岸观光条例的条款 其实他规定的非常模糊 他说如果相关的观光业者 所从事的观光形态 会侵害伤害台湾的利益的时候 这个民进党当局 就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前置禁止 问题是这个什么叫做伤害台湾利益呢 尤其我们现在知道啊 民进党当局禁止的是台湾自己的旅行业的业者 组团去大陆 又不是大陆人来台湾 是台湾人去大陆 这要怎么侵害台湾的利益呢 而且呢这个带台湾的观光客到大陆去旅游 那么从中啊赚钱的也是台湾的旅行社啊 所以我们看呢 这不但不会伤害台湾的利益 反而是现在民进党当局要禁止妇虑团 才真正啊是伤害了台湾旅行业者的利益 也伤害了台湾观光客消费者的利益 所以你就知道了 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利益啦 引用这个相关的条款 只是啊民进党当局总要找个理由来交代 为什么他来禁止妇虑团所编的一个幌子而已 所以一切呢就是政治挂帅 那么现在呢民间反弹很大 旅行业者是骂翻天 民进党会不会因此而退让呢 我觉得还要看在野党发挥的战力如何 赖清德的得票率只有四成 而现在在立法机构 民进党是没有办法掌握多数的 所以蓝白如果能够呢 在立法机构好好的团结合作 那么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 民进党也未必呢敢继续如此蛮横下去 好的感谢王先生的点评 据台媒报道 台湾经济研究院19号发布最新一期的 2024年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率预测 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从1.88%大幅上调到2.3% 显示通货膨胀再度来袭 台美报道称 在全球经济因地缘政治干扰加剧 金融市场走势震荡下 台湾经济研究院预测 台湾地区2024年经济增长率为3.38% 虽较年初上修但仍相对悲观 而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调到2.3% 比2023年仅低0.19个百分点 超过通货膨胀警戒线的2% 就是吃的东西以前只有卖140几块 160几块 现在整个都涨价 通膨像这一家以前很有生意 常常排队 可是你看现在寥寥无几 一般的货费就已经在往上调整 自己在出屋的话的电费也要往上调 所以觉得是各方都在调整的情形下 自己在工作上面就要更加努力赚钱 岛内学者指出台湾地区的通货膨胀 已出现结构性变化 短期影响因素有电价上涨 区域性冲突影响供应链等 长期还将受到产业结构 因地缘政治区域化重组 人口结构与劳动市场板块移动等因素的影响 今年通货膨胀率最高的这个月份 我想已经过了 就是二月 那接下来的话大概几个月份 可能就是很难把通膨控制在 设定的2%以下 再来关注下一条 蔡英文19号为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颁发勋章 感谢他六度参与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过程中张忠谋则当着蔡英文和赖清德的面喊话 台积电正面临着资源挑战 蔡英文颁授所谓中山勋章 给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感谢他六度参加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因为他的远见与宏观 台积电的创新商业模式 不但带领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在最关键时刻赞赏了国际 当创办人是一位伟大的企业家 更是我请义的好友 当天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当选人 赖清德肖美琴也一同到场 眼看即将交棒 蔡英文也借机在赖清德与张忠谋之间作囚 赖清德主动上前与张忠谋举杯寒暄 而张忠谋在接下来的讲话中 则当着蔡英文和赖清德的面喊话 直言缺电缺水等问题 让台积电面临挑战 台积电面临支援的挑战 土地 水 电 人材等等 都需要政府一隔阶的继续继续 乐意看到台积电跟美国有更多的合作 但另外一方面这样子的合作 不应该以台积电放弃其他生产据点 或其他市场机会作为代价 此前在18号 台积电的法人说明会中 释出下修今年全球半导体展望震撼弹 今年全球晶圆代工业产值增长预期 将由一月估算的20%下调到14%至19%之间 这也使得台积电的股价在19号一开盘就大跌35点 在当天上午11.02分左右 股价狂掉了58元新台币 最低来到746元 而台股当天也因售台积电 还有目前中东局势升温 地缘政治风险大增等因素影响 重挫774.08点 创下台股历史收盘最大跌点 据岛内媒体报道 近期台湾各地水情紧张 据台湾水利部门统计 全台21座供给民生用水的水库中 近七成蓄水量不到40% 桃园石门水库仅剩24.3% 报道称 今年台湾地区春季降水量少于历年平均 持续高温更加速水量蒸发 导致全台各地的水库蓄水状况都陷入紧张 据台水利部门统计 全台21座供给民生用水的水库中 有14座水库蓄水量不足4成 其中有4座低于2成 包括台中石岗坝水库的9.6% 南投物设水库的19.8% 嘉义仁义坛水库的18.5% 台南白河水库的17.1% 而主要供应新竹科学园区用水的 桃园石门水库蓄水量也仅剩24.3% 由于水情吃紧 岛内不少农作物生长受限 农户们忧心忡忡 对此台经济部门和台水利部门纷纷表示 会采取措施来应对缺水危机 我们相关的水的韧性计划 不断的增加这个南北水的这个调动跟供应 那这个就是现在还在持续增加 多省水 那产业自主节水 那所有的抗旱的被人措施 由北到南我们全都盘点过的 不过岛内民众并不领情 有岛内水利技师在台湾联合报上发文痛批称 台湾缺水原因在于工业发展没有规划 纵容电子科技从业者在各地圈地建厂 岛内学者受访时也表示 民进党当局直到干旱发生后 才开始调度皮塘和河川水源 动作太晚 每年春更时水库的水也直接公灌放好放满 每次都像在赌博 结果这几年气候变迁加剧 手气越来越差 导致每年都在担忧水情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 打台湾派 我发现这医生的幽默都是黑色幽默 白色城堡 4月14日起 每晚18点45分 就在海峡会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4月19号正值古语节气 两岸数千信众相聚福建厦门同安北正宫 参加2024闽台玄天上帝文化交流祈福活动 透过信仰追根溯源 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当天下午 两岸信众组成浩浩荡荡荡的民俗镇头 穿街走向绕境祈福 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随后来到北镇宫 敬香祈福仪式拉开序幕 信众们遵循古礼 在供桌上摆满丰盛的生礼国品等 向玄天上帝 蔫香祭拜 献花敬果 行三居宫礼 表达虔诚心愿 做小山床的船过来的 我们那个庙宇的联礼 我们是很常常在办的 所以大家都 一次来都是好几百人 不是三两个人的 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长 连胜武首次来到同安北镇宫参与祈福 他感到既新奇又荣幸 两岸同根同远 民间信俗一脉相成 连胜武认为应当持续推动 两岸民间各方面的深入交流 两岸同胞在文化历史上面 其实本来原本就是相成一脉嘛 所以我觉得能够透过这种交流活动 让大家彼此了解熟悉 然后去体会大家其实的这个 分别是不大的 我觉得这些是很有意义的 不管是在这个 我们的信仰文化上面的一些交流 或是一些其他 包括我们的这些 年轻人的交流也好 经贸的交流也好 我希望在 双方都能够提供更便利的 友好的环境之下 我希望未来我们这些交流的活动 能够更加的频繁 然后这个正常化 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 其信仰文化发源于武当山 明末清初 众多同安级的士兵和将领 跟随郑成功施郎渡台 他们随身带去了 玄天上帝的香火 如今台湾主寺玄天上帝的 殿堂 宫庙共六百多座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 厦门报道 2024华侨大学和台湾 世新大学学生毕业作品展 于4月18号在华侨大学揭幕 共展出19件两岸学子的作品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5号 这场展览展出了来自台湾 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管理学院和华侨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毕业作品 其中华侨大学则展出了 即时摄影 圆乡与造香 两岸同名村即时摄影展等三件作品 台湾世新大学师生共带来16件作品 包括闽南传统建筑的创新改造 环境保护趣味游戏等 比如说在李新玉的作品当中 他选择了4个台湾和大陆的 这个同名的村落进行比较研究 通过即时摄影的方式 向我们展示这些同名村落之间的文化学员的一些联系 更好的让我们大家能够了解到 海峡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渊源 据悉 这一世世新大学第三次到华侨大学 举办毕业制作展 其中有不少台湾学生 特别来到活动现场交流 近年来 华侨大学与台湾世新大学 持续加强交流合作 今年春季学期 华侨大学还选派了12名优秀学生 前往台湾世新大学短期研修 助力闽台教育融合发展 两岸青年交流的部分 藉由我们这次的机会 能够让他们做一个深度的交流 包含他们在作品展览的时候 由我们的同学做完解说之后 同学们 当地华侨的同学 在做一个提问 那我想在这个交流的部分 相当的珍贵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两岸 能有更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 近日 平潭海滩街道第五街区联合党委 举办蓝台志愿者主题培训活动 邀请台湾社区工作专家为志愿者开展培训 进一步促进两岸志愿者服务经验的融合与发展 在上楼村党群服务中心 来自台湾的社区工作专家 以志愿者培训计划为主题 用通俗易懂生动风趣的语言 和到场的志愿者分享交流 台湾志工先进的服务理念 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 为大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志愿者以及社区工作者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培训不仅拓宽了视野 还学到了更多关于社区工作的专业知识 和志愿服务的经验 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结合辖区实际情况 就如何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作用 提升服务效果 进行了深入探讨 老师讲的这些基层治理 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有用 接下来也是一些活动 那我们可以按照老师说的 给我们参考 我们去办理去做不一样的活动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今日海峡的官方微信 和今日头条平台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相关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